港大牙科世界No.1 牙醫遙南探秘 不說你未必知道 原來香港大學的牙醫學系 已經連續兩年位居世界第一 而培訓香港牙醫的基地 就是有35年歷史的菲利牙科醫院 當中有不少專業儀器 這個口腔X光機在牙科診所見得多 醫院裡還有一部先進的電腦掃描器 可以見到病人的頭骨、上額、下額的立體傳影片 港大牙醫學院院長傅立榮說 雖然港大牙醫學系是全世界第一 但香港牙醫佔人口比例上就非常落後 所以港大由16年開始增加牙醫學士的學額 由約50個增至73個 同時提升醫院的多項設施 例如我們就說這道三樓這個診所來說 我們以往是大約六十多張大樓 但是我們現在一班的學生已經去到七十多人 所以我們就會將原先在這邊 在一些辦公室的地方 都新規劃過了 現在這邊就變成另外一個診所 而這個細診所其實就和大診所其實是可以打通的 所以就可以叫同時融入到所有同一班學生 七十三人去上學 牙醫學院也都計劃增加碩士學額 還會發展網上教學 吸引更多海內外人才到港大進修牙醫專業 privat Alfie 劇院 咖啡 都丁 долларов